下一個我們要叫的東西是核能 核能就是由原子核反應所產生的叫核能 台灣的說法一個叫做核融核 一個叫做核分裂 但是大部分人用的是大陸香港的大陸的說法 叫做核裂變跟核巨變 核裂變跟巨變 就是融核的就是從小的會變成大 分裂的大的會變成小 讓我們再提到它一個叫做核融核 小的變成大的 氫融核成氨 小的變成大的 這叫做核融核 我們在地科教過恒星為什麼會發光發熱 都是因為核融核的關係 核分裂就是大的變成小的 大顆的變成小顆的原子彈 投在廣島的原子彈 或者是現在的核能發電廠 用的核能就是所謂的核分裂 核分裂 大核變成小的 這有個圖 上面會有次次的是表示它有放射性 所以在做核分裂的時候 原來的有放射性 產生的東西呢 也有放射性 就是說我們會提到它有放射性被量 什麼之類的 就有一些問題 因為放射性能展現一些微暗 那這是放射性能產生能量 就是我要的能量OK 我要能量 那下面是核融核 小核變成大核 你發現它都沒有次次的對不對 表示原來的沒有放射性 產物也沒有放射性 所以就這一點而言它比較怎樣 安全 比較沒有問題 因為它不會有產生放射性的 放射性的廢量 然後也有能量 就是我要的能量 就是這樣核融核分裂 就像這樣 剛才講說這個東西的能量哪來的 是從質量損失來的 這個偉大的愛因斯坦公式 1等於mc平方 m就是質量 單位正常要用的是公斤 c就是光速 要用的是那個3乘以10的八次方 每秒3乘以10的八次方公式 那麼1就是能量就交了 所以損失這麼多的質量 乘以c平方之後 就變成產生這麼多的能量 你就知道很大 很大 很大 非常大 很大 所以這樣做 那因為現在變成以前交質量守恒 對不對 後來交能量會怎樣 守恒 現在是告訴你質量會變成能量 所以叫做什麼 質能守恒 質量加能量合起來會叫守恒 叫值能守恒 所以要是公式 有人會請你計算 損失1公克 請問你能量有多少 要注意 1公克要換成公斤 公克要換成公斤 再乘以c平方 0平方 然後這樣子 這叫做值 請你做一些計算 這麼多的質量 可以變成多少的能量 你看 剛才講過還有放射線 它就會從A元素會變成B元 就叫衰變 衰變 衰變的時候的放射有呈現一些放射線 中文的那個不是很精確 就叫做放射線放射性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分 好 有一個叫做α射線 α射線的本質就是氦原子核 原子核帶什麼電 鎮電 鎮電 它穿透力最薄弱 只要一張子擋住了 一張子就擋住它 就過不來了 所以它其實基本上不會有太大的危害 你擋住就擋住它了 鎮原子核 鎮核α射線 另外一個叫做β射線 本質上是一個電子 所以帶什麼電 負電 然後穿透力的中間 要一個鋁箔才能夠把它擋住 好像超人第一集還是第二集 好像第一集的時候 他就問他說叫他來看他 他就說我看不到 那因為那個花盆是鉛座的 所以他眼睛射出來應該就是β β 來看到裡面透視眼 靠β一射出來 或者是γ 但我們有個γ 因為鉛可以γ 像後的鉛可以擋住γ 那我有提到 OK β 就用γ γ是電磁波 它不帶電 電磁波它不帶電 它穿透力最強 那這邊寫了一下 我這裡的數字跟講義上的知識快遞的數字不一樣 但是我查的資料大部分都這樣寫 100公分後的鋼筋混凝土啊 20公分後的牽板 20公分的牽板可以擋住它 台電的資料上面寫要10公分以上的牽板 這個資料寫得有點混亂 但是就是要一些很厚的水泥牆 要很厚的水泥牆 要還算滿厚的牽板才能夠把它擋住它 才能夠擋住它 這要做γ 好考試題目 第一種 α、β、γ 問你誰的穿透力最強或者是最弱 這一種 第二種 第二種有兩種考寶 一種 一邊擺正電 一邊擺負電 α、β、γ穿過去 問你往哪邊偏 這個除了考 同性電相似 異性電相吸 κ,β不帶電就直接 過去了 那種考吧 下學才會教 一邊放N級 一邊放S級 有磁鐵 電穿過去 問你往哪邊偏 這要下學級教 電池交互作用 電池交互作用 電流怎麼流 時常怎麼這樣 然後呢 就往哪邊偏 下學會教 所以這有這個除了考 除了很喜歡考的誰穿透力強 誰穿透力握之外 還可以加上電盤 還可以加上磁級 然後問你它會往哪邊偏 往哪邊偏 當然擺磁級的應該要等到下學期才會出現 下學期才會出現 暫時還 這裡暫時還不會有 最後是三個放射線 要了解 這個三個放射線比較重要 這個Alpha Beta Gamma 三個放射線 本質是誰 帶什麼電 穿透力如何 都要把它記清楚 這是我們的重點 OK嗎 OK 請學課堂練習